洗頭髮不能做的 六件事情 洗一次頭 即刻改掉 甚至有一些人是連戳都沒有戳 很多女孩子常常在洗頭會有一個動作 這件事情 可以回去看一下 在你正確洗髮的步驟裡面 有沒有多了這六件不太適合的行為 如果有的話 這對你的頭髮或是你的頭皮 都會造成極大的傷害 洗髮精沒有乳化 就直接去接觸你的頭皮 甚至有一些人是連戳都沒有戳 擠在手上之後 就直接在頭上起泡 這個行為其實是不太OK的 因為當洗髮精很多在這裡 化學元素很多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每一次的習慣都是在同一個位置 直接貼頭皮去做起泡 五年 十年後 你可能會發現 因為在化學藥劑很多的情況下 你直接推在這裡起泡 很多時候會有洗髮精的東西殘留在頭上 建議各位 洗髮精擠到手上之後 先初步做一個乳化 稍微乳化 讓它變成有一點點 乳白色加奶精之後 就不用搓到有泡泡 只要讓它乳化 然後 再 由髮尾搓泡泡 然後再把這個泡泡 帶帶 帶到你的頭皮 那這樣子的洗髮方式是最棒的 頭髮沒有充分淋濕 然後你就急著用洗髮精來洗 頭髮不單單是要讓它充分淋濕 而是你要先用清水 去洗淨你在頭上的水溶性的汙垢 有一些東西它是水溶性的 譬如說 非常細小的灰塵 這些東西 它其實在你平常會附著在頭髮上 當然這些東西只需要清水 就可以被洗掉 洗髮精真正的功能只是要 要帶掉過多的油脂 溶性無垢 沒有被水分充分帶掉 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使用洗髮精 去搓揉你的頭髮 你能想像這些細小的灰塵 在你頭髮上不斷的搓揉 它其實是會 傷害到你的頭髮 你頭髮上的毛鱗片 沒有先梳開你的頭髮 就直接開始洗 那這會影響到什麼呢 這可能會讓你的頭髮產生 比較明顯的糾結 稍微用力一點點 頭髮很有可能 就會被你扯斷 一扯斷就會產生糞長 洗髮精基本上是減性 那減性的情況 會讓你的頭髮毛鱗片打開 那你頭髮本來就沒有梳開了 那再加上碰到減性 毛鱗片打開 頭髮會更加的糾結 洗頭要洗兩次 如果今天你的頭髮 油脂很豐富的時候 你的洗髮精在第一次清洗的時候 可能沒有辦法把你所有的油脂都帶掉 所以你如果只洗一次 可能還有過多的油脂 依然停留在你的頭皮 或是髮根處 那這個時候就需要我們再用第二次的洗髮過程 不要過度搓揉你的頭髮 會不會很多女孩子常常在洗頭會有一個動作 就是會這樣子 這件事情千萬不能做 我剛有提到髮尾還是會有一些 輕微的油脂是比較少的 那當然在這個時候 比較少的油脂我們不用特別去搓揉 那洗髮精碰到它幾乎就會帶掉 針對你的頭皮去做清潔 髮根做清潔 那髮尾你可以用手打開來輕輕的碎 當然你也可以搓揉但是輕輕的 不要太大力的去搓它 因為這件事情會造成你的頭髮的毛鈴片 互相摩擦進而破損 護髮的時候不要抹太靠近髮根 它就是針對頭髮的滑順跟保溼在做的產品 所以這個護髮素如果塗到皮膚上 它反而容易造成容易出油或是堵塞毛口的問題發生 只需要從髮中以下抹就好了 髮中以上都不需要 那你是不是會說 那我髮中以上都抹到怎麼保溼勒 不用擔心 你在抹護髮素的時候 是不是通常頭髮都是濕的情況下 水分會有延展性 所以如果你抹在髮中以下 水會引導你的護髮成分往上延伸一些些 而且再來越靠近髮根的地方通常很健康 它基本上不太需要過度的保養品滋潤 OK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分享洗頭髮絕對不能做的六件事 可以回頭想一想你中了幾件 沒有關係我們從今天開始把這些壞習慣改掉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